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介绍历届的考题赏息 那内容是大样本的假设检定 我们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淡江汽管的一个考题 题目的内容是说 某汽车公司宣称 他所生产的汽车 每加轮平均可以至少走多少 15公里 我们要注意这个至少这个字 标准差是3公里 这是他们所宣称的 现在我们随机抽了36辆车 所以这个地方抽的是多少 N是几呢 36 得到了平均的公里数 是几呢 13 所以我们的 X bar是多少 是13 我们在显著水准0.05的前提之下 那要对这个汽车公司的这个宣称 来进行一个检定的工作 那么我们在检定的这个过程之中 首先我们要先写什么呢 先定虚无假设 以及对立假设 虚无假设是说 他定的是什么 15公里 它的是平均的 所以这是母体平均数 这个地方来说至少至少的话呢 就是大于等于 我们这边我写 因为我的重点是在对立假设的地方 对立假设什么情况之下 是否定它呢 是μ小于15 如果μ小于15 我们就否定汽车公司的宣称 好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 标准差 假设已经知道了 是sigma等于3 那我们题目知道说 标准差是3 所以这边sigma是等于3 那么我们来考虑 我们的统计量要用什么呢 因为n是36 我们确定的是什么 这个是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用常态分配来做 好 那我们就来找常态分配 统计量用z 这是常态分配的图 那么我们的对立假设是小于的部分 所以小于15 显著水准是0.05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单位减定 这边0.05 那这边是多少 这是一半的话呢 这边是0.45 好 那现在我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需要的是 把这个常态分配的 这标准常态分配的图 叫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 这里面0.45的值是在哪里 有了 0.45 是夹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就说了 1.645 这边的z值是 负的1.645 那么我们 实测的值是多少 实测的值是 我们利用z等于 x bar 减掉mu 除以sigma 除以根号n 这是我们的标准物 这是x bar 我们知道的是多少 13 来 我们计算一下 这边是13 mu 我们是用的是15 sigma是3 除以根号几呢 根号36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几 负4 负4的落点在哪里 比负的1.645 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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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落在哪里呢 它落在拒绝于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答案 结论 显著 显著什么意思呢 就是拒绝H0 对于公司的宣称说 至少行驶15公里 这句话 我们认为它是过于夸大 我们认为它不会是 美加轮可以达到15公里 那么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大样本的假设检定的一个例题